各位美安的伙伴晚安 我是美安网络中心的业务经理Alice 那可能有些伙伴认识我 那有可能有些伙伴对我还蛮陌生的 那我这边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我目前是负责网络中心在达湾地区的业务发展 那么当然可能就是有很多伙伴 你有听过不同的训练课程 你可能都有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是在今年度第一次针对我们所有的 不管您是主修或是复修网络中心 或即将想要成为网络中心经营者的一个 进修教育训练课程 那么这样的课程其实在过去一两年前 我们都有在线上办过 那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其实每半年都会有一次的 这个积分竞赛的训练 所以在积分竞赛训练的期间呢 我们就不会举办这样子的课程 那么今天很开心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各位伙伴分享一下 我们网络中心的一些资源跟支援 还有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我们网络中心的起步指 以及我们去年下半年新推出的一个12周行动计划 那么利用这些工具跟资源 希望能够在今年度协助所有的伙伴 你有一个成功的事业策略 那么也能够成功的达成您今天的目标 好 那么其实今天的课程呢 我想我们大概预计会在30分钟之内结束 然后30分钟之后呢我会开放一个简短的时间来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谈 那么有任何问题麻烦您先记下来 那待会呢我会有时间让大家来做一个发问 好 那我们今天呢会从几个方面来分享我们网络中心 目前提供给所有美安超令所店主一些资 我们讲资源也好或支援也好 好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去年度 其实我们做了两个全新的网站 好因为过去其实 在美安的超连锁事业里面 因为我想其他的这个产品 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所谓单独的自己的产品的服务的网站 那么网络中心基本上我们是透过这个公司 跟这个网络中心来做一个合作 所以网络中心在这边呢 有针对我们的顾客的面向呢 有做了一个网站 那么顾客需要这样的网站 我们经销商当然也需要咯 那差别在于我们经销商的网站 主要是针对我们超令所店主的需要 也就是我们主要是针对在这个事业发展 以及这个学习支援的这个情况之下 还有就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去拓展你的事业的全球化 以及我们的这个数位账目网站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mawc411.com呢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提供给我们网络中心 伙伴的一些资源跟资讯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善用这个网站 来帮助你自己也帮助你自己的伙伴 那待会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大家看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live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您手边呢 有另外一台电脑或笔电 那也欢迎你打开这个 用浏览器打开这个网站 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里面的资讯 好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在去年度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隔 我刚刚说过 其实针对网络中心跟针对顾客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切割的支援 怎么说呢 其实有很多伙伴可能都会跟公司反映说 我们觉得好像就是顾客要获得一些资讯 或者是一些行销的概念 或甚至要怎么样去了解使用我们的平台 我们的工具去帮助他做更好的网络生意 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要提供给客户这样子一个资讯 有点困难 好 因为毕竟呢 我们说超铁锁店主是来自于各行各业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资源做了一个切割 也就是针对网络中心店主的部分跟顾客的部分 我们除了刚刚有那样的一个网站之外呢 我们在YouTube的频道也建了两个这个不同的频道 好 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呢 是给我们网络中心经营伙伴看的频道 好 所以请大家不要搞错了 因为其实在这个训练这个频道里面 有非常多的训练资料 以及我们过去做过所有的交易训练课程 好 所以如果你要分享的话 千万不要给错了 那其实我想如果有客户他需要的话 我想我直接我们直接把它带入到我们顾客的网站 去去做连结 可能是会比较不会出错的一个状况 那待会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顾客的这个网站跟频道是哪一个 好 所以假设说您现在是刚刚开始在经营网络中心的伙伴 或者是您现在已经在经营网络中心一段时间了 但是你需要一些新的资讯 你需要一些新的课程内容 那么你可以到我们专门提供给这个伙伴的YouTube频道 那其实这YouTube很好记忆哦 你如果把这个网址打下来 然后存到你的书签里面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一直找了 那就是www.youtube.com slashuserslashofficialmawc 好 所以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给我们网络中心经营的伙伴 好 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了 除了我们的自己的伙伴内部的教育训练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在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慢慢的在规划所有的客户的教育训练课程 因为其实坦白来说 网络中心的这个工具呢 真的非常的强大 但是强大之余 我们也要让顾客知道怎么去使用 否则你有再多的工具 我想也是枉然 好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概念出发 我们希望提供给顾客更多的教育资源 更多的这个可信度 以及能够帮您吸引到潜在的购买对象 好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出去在跟你的这个潜在名单交谈的时候 对方可能就会说 蛤?那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的作品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们公司在做什么 其实我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引导到这个网站上去 那么其实我等一下后来讲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伙伴会觉得说 到这个网站上看 好像看了又不是很清楚 东西都变得很简单 那我到底要怎么去解释 其实我想这个网站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敲门砖也好 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引发它的兴趣 一些想法的一个网站也好 因为后续其实我们有销售资源 来帮助我们回答更多的问题 甚至于来帮助跟老板聊天 借由产品专业跟帮我们跟老板聊天 来吸引老板的一些注意力 所以我想这个网站只是让老板知道说 其实我们是一家这个正派经营的公司 好 那我们的确是有提供这么多的一个资源跟服务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站下面 我们都有一些脸书跟YouTube的连结 部落格等等 那我们待会也会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的一个live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除了我们有针对这个 伙伴们的YouTube频道 当然我们就有针对顾客的YouTube频道 那顾客的YouTube频道呢 这个就是开放给所有的这个顾客去观看的 所以大家在给资料的时候千万不要给错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给伙伴看的 其实会是有很多这个教育资源 教育训练的这个主题 教我们怎么销售 怎么去接触名单 怎么去开发我们的名单 那这一些资讯可能是不方便给我们的这个潜在购买对象去看到的 那么潜在的购买对象 他如果想要知道说到底公司可以提供他什么样的协助 我们的产品可以帮他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我想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 那可以让这个老板就算他可能还没有想要买 或是他还不知道说到底购买一个网站 对他去进行一个网络生意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的时候 其实你让他来看这一类的影片 其实多多少少我想都会引发他的一些需求跟想法 所以其实这个频道我觉得上面我们有过去一年来做过非常多的这个训练课程 包含怎么样教老板怎么样去使用我们后台的这些免费的行销工具 来帮他自己做行销生意 那么今年度呢我们其实也会陆续的在每个月会举办这样的训练课程 而且是更深入的去跟老板讨论 怎么样去帮他做一个成功的这个行销计划 成功的一个行销计划 好如果有伙伴没有听到声音的话 就是可能麻烦你登入再登出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测试是正常的 好那我们继续讲一下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今年度做了一个非常大的 也不能讲非常大的 就是提供更多的这个文字的讯息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 我们有网站有影片 那其实多多少少有时候老板他可能还没有想好他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影片 那我们有做一个针对我们顾客的一个部落格 那这个部落格其实我们都有一些文章已经翻译成英文的部分了 那么其实透过这些文章的分享 我们希望可以让老板有多一点的想法 有多一点的想法去想想看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成功的简单的网络行销 是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想 网站它只是一个工具 好那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他有一个好的网站之后 当然后续对于他在发展这个网络生意的时候 我想是一定有帮助的 因为你有一个好的工具 可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好的工具 但是你并不知道怎么去使用的话 那有再好的工具 其实对老板来讲 也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也是不会发生他的效用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影片跟这些文章概念的一个分享 让老板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网站 我为什么要需要开始做我的网络生意 那这一些其实都是给业主一些起头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想 伙伴们你们接触的很多都是属于中小企业 那中小企业的老板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他没有人 他没有钱 他也不可能像大企业一样去找专门的行销公司来帮他做行销 但是他又很想做一个网络生意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一些影片文章的分享 让他自己可以学习的怎么为自己的这个生意来做行销 所以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是DIY的概念 当然有些我想有些台湾的老板 他的依赖性是比较强的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帮你买了这个产品 你就是从头到尾 你都要帮我做到好 其实自己的生意自己做 因为就像每一位店主一样 每一位店主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们都可以决定你自己的超练所事业在怎么做 那么外面的业主他们也是创业家 他们也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生意要怎么做 他们的产品要怎么推广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分享来激发各位的一些想法 甚至于给各位一些话题 让我们去跟进我们的老板 所以这些资源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利用 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如果您手上现在有手机或平板的话 我建议您把它打开 跟着我们的步骤一个一个来看 这样子你可能会更有印象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 我们首先先来讲给伙伴们看的 这个mwc41.com 其实在我13年加入美兰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可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旧的网站 而且全部都是文字 真的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看 当时也没有繁体中文 那么后来我们把这个网站重新整合 包含到我们新的产品了之后 我们重新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网站 那么在网站上面我们有 英文西班牙文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 好这有什么好处呢 好大家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们最近不是在讲欧亚一体话吗 如果说您有这个 要接下来要去参加妈咪大会的话 我们这次大会当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 所以欧亚一体话对大家有什么影响呢 假设您有伙伴 他可能在欧洲 欧洲有什么国家 有西班牙 有这个英国 对不对 那假设说你有这些人脉在这些国家 他有可能接触到一些当地的伙伴 他可能需要西班牙文 他可能需要英文的资源 如果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网络中心怎么办呢 你自己打掉去用西班牙文跟他讲 当然不可能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网站 来让这个新的朋友 用他适合的他想要看的语言 去了解我们这个产品跟我们的事业 是怎么做的 怎么去发展的 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网站平台 我说我们网站到底可以做多语言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证明 就当然可以 当然我们可以做多语言的 包含我们给顾客的网站这边 我们至少现在有英文 繁体中文跟简请中文 所以其实 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这个产品 在建构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源 那么希望伙伴也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分享我们这个网站 那大家要记得这个网站是给伙伴看的 不是给业主看的 好那么进来了之后呢 在评估的这个地方假设您今天有伙伴 他有想要做网络中心 可是不知道网络中心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那甚至于他也有可能是你现在潜在的一个招募对象 他可能对于网络中心这个项目非常有兴趣 他对于超链锁事业非常有兴趣 那你就可以带他来看这个概论课程 在这个概论课程里面我们会全面性的介绍到我们网络中心的一些资源 还有我们的工具跟训练 好我们是怎么样透过网络中心的这个零售 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这个超链锁事业 好所以刚刚刚有听到 网络中心其实就是美安产品里面的一个产品线 它就是一个可以零售的产品线 所以它没有那么困难 跟其他的产品一样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来做网络中心 好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资源 来学习怎么样去创立我们自己的事业 好那你进来这个页面之后呢 有这个地方可以下载 我们这个概论课程的这个简报 好或者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个线上的研讨会 那么这个月就是2月3号 也就是礼拜三晚上8点钟 我们邀请到网络中心的受证讲师黄学良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概论的部分 那么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还在思考 你也不想给他太大压力的话 很简单 这里有个影片 你按下去他就可以播放了 好所以其实我想我们都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来提供给我们潜在的对象 去了解什么叫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到底在做什么 好那么等到我们的伙伴加入了之后呢 我们在启动的这个页面呢 就可以来告诉伙伴如何去设定我们的网络中心 那网络中心怎么样去做资源 那么这边甚至呢 有一些这个过去的教学影片 来跟大家讲你的网络中心怎么做设定 更重要的是我们既然开始要从事一个事业了 那么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知道从哪里开始 怎么开始呢 当然就是先使用我们的这个起步指南 好我们的起步指南 我们待会也会来讲我们的起步指南 好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十二周行动计划等等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开始带动我们的伙伴 怎么样开始启动我们的事业 好那么当然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需要一些支援好所以我们这边也把所有 每个国家的电话跟支援方式告诉你也就是说 未来假设你的伙伴在不同的国家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当地的电话 来获得一些基本的这个技术支援的部分好所以在下面这边呢 我们就会告诉伙伴我们的销售资源是怎么使用的好 我们的设计中心设计团队是怎么使用的他可以为你做什么 不能为你做什么我们这边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那这些资料您都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做使用 甚至在下面这里我们有这些行销跟销售的资源好 这个产品单张的部分呢以及事业建立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运用 我们的15分钟咨询表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这个训练课程 什么叫做101什么叫201好所以其实在这个页面上面 我们都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资料让新的伙伴了解 如何透过公司的支援来发展他的团队好那么学习的部分 我想在事业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要持续学习的 因为不管人在哪一个阶段我想在每一个时候 我们都会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概念给一些新的想法来 克服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困难或是克服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障碍 好那么其实在学习的这个部分呢当然线上学习的话 我们这边已经有帮大家把去年我们第一次做的这个 网络中心的全明星受证奖示101的课程放上来 那么当然因为这个是在现场录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投影片跟讲师的声音可能 讲师的这个面貌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可是大家至少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网络中心的101是在上什么样的课程 那么大家有兴趣当然非常鼓励大家到这个全国会联盟系统 去找寻不同讲师的课程去上课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每一个讲师都有些不同的背景经验 那么呢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会觉得说啊我每次去听101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有差吗 当然有差 因为每一个讲师他不同的背景跟经验 他会在诠释一些想法上面的话 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刺激 新的一些刺激 那透过从不同的人身上去学习 就像我们在听B5或我们听这个地方研讨会一样 我们也不会一直固定去听某一个讲师 我们可能会参加不同场次不同的讲师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每一位讲师这些宝贵的销售经验 都对大家来讲我相信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去学习了解 那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销售的方法 或是接触我们名单的一些方法 但是其实基本原则 我们待会还是会利用这个12周的行动计划 跟起步指南来跟大家讲 我们应该进行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那么在12周行动计划这边 你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行动计划的指南 好我们就先把它下载下来 好等一下来看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预录的12周行动计划课程 那我们待会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12周行动计划 那你要怎么带领你的伙伴来使用 好那么底下呢 就是我们有把这个YouTube的频道分享给各位伙伴 好所以你如果说对我们这样的产品 对我们这样的课程有兴趣 你可以记得把这个YouTube频道存在你的书签里面 那你就不会每次都找不到了 好那像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教育训练课程 就是在我们竞赛的期间 没有竞赛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以这样子一个竞修教育训练课程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如果有竞赛 像我们竞赛是预计在3月初会开始 在竞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以竞赛的这个课程为主 那网络中心的这个概论研讨会呢 是其实在每个星期的这个 目前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来做这个研讨会 所以其实请大家都可以来登记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么更重要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要带大家了解 因为毕竟我们在经营一个事业 事业有没有能够发展的这个潜力 或是有没有成长的潜力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成长这一块来讲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到像招募的一些概念 举例来说 你怎么样透过实习生计划去招募一个好的伙伴 好 那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想问我说 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网络中心 我觉得他有没有专业背景不重要 好 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友善 好 他有没有良好的社交关系 他对于自己的事业有没有负责任 他够不够做条理 有没有积极感 好 因为其实常常在这一两年来 在美安这边 我们常会听到有些伙伴会想说 我很想做啊 可是我又不知道 我出去跟人家讲了会不会怎么样 或者是我出去 如果业主问了我什么 我完蛋答不出来怎么办 好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做一个事业 你第一步一定要先踏出去 如果你没有踏出去的话 你在你的位置上想了100个问题 你都不会成功 为什么 我们希望大家是透过一个做中学的方式 来调整自己的事业 哪一个创业家不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跟困难之后 找到自己克服挑战的一个方法而成功的 好 所以你坐在你的位置上想100个问题 这些事情都不会解决 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做 也就是我们要够积极 对自己做的事情要负责任 要能够很条理性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好所以其实如果有这样一个特质的伙伴 我想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跟我们一起打拼事业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这些伙伴来成为一个 透过这个实习人计划来成为一个网络中心的经营者 并且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好来做一个复制的动作 那么下面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像DRS的一个介绍 好所以像这个网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多完整的资讯来提供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 底下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顾客的网站 好就像我刚刚提到 其实很多老板你在跟他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蛮觉得很奇怪 想要知道你们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你们公司到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你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那其实这个网站就非常适合提供给你的老板看 那其实有很多伙伴也会跟我说 Alice我觉得里面资料好简单 我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讲 其实我们的重点不在于怎么样跟老板讲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怎么样去挖掘老板的需要 跟他的想法 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站当做一个敲门砖 去跟他聊天 所以其实后续应该是要把老板带到销售会谈里面去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这个网页的下面 我们这个顾客研讨会登记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后顾客的YouTube频道也在这里 顾客部落格也在这边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这几个资源来帮助 帮助我们的这个老板来了解 我们的产品到底可以帮他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的工具到底可以帮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希望老板购买产品 因为产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好产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老板们去了解 好那我们刚刚讲了针对产品公司的教育训练资源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提供非常完整的一个协助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 这一张投影片是英文 可能大部分的伙伴可以猜得出来还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想这几个字应该我们国中都学过了 好如果一个目标没有计划 他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希望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有一个目标 但是你完全没有行动计划 你可能就整天坐在你的 整天坐在你的办公室 或坐在你的位置上 然后就一直想说 好对我三个月之内 每个月我要卖出一个网站 然后怎样怎样 但是这中间你完全没有去规划 我到底要怎么样在三个月之内 每个月都可以卖出一个网站 假设你没有一个行动计划的话 你永远只是在那想 而且就是永远是一个达不成的目标 因为以英文来讲 Wish的话就是只是我很希望 但它有可能是达不到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怎么做网络中心 我觉得其实这一句 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简单 刚刚我们有看到有其不指南对不对 真的要善用其不指南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近我有在跟一些伙伴聊天 然后聊到后老就发现 其实根本其不指南内容 大家都没有去很落实的去看清楚 好那当然其不指南有很多月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 翻来翻去翻很多月我都累了 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要怎么写 好所以我希望就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正确的使用其不指南 有了其不指南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我们很好复制的工具 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主修复修或是旁修 或者是兼职起步也好 这个起步指南就是你一个最好用的工具 为什么 其实每个人在创业的时候 过去我们线上很多朋友 你应该都是上班族 上班族就是老板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做完你就下班了 对不对 好那假设你是已经做到中高级的主管 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规划做一些目标设定 可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的 好那当你在创业的时候 重点就在于你怎么样用一个很规律 而且有目标可以达成的一个方向 去规划你自己的事业 你才有可能成功嘛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投资了一个事业 我加盟了一个事业 然后我每天坐在那边 我可能一个月就可以希望可以进账10万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公司在这边其实也很贴心的帮大家 重新设计的这一本起步指南 如果我在很久以前有看过 网络中心起步指南的伙伴 你可能会发现 哇这一本起步指南超精美超漂亮 因为以前起步指南只有5页 对不对 然后每个每一页都密密麻麻的 完全不知道从要怎么去看 好那透过我们现在这个视觉化的 这个我们叫做资讯图表 这样的一个起步指南 我们希望来帮助大家做一个 短期目标设定 长期目标设定 如何开始从简易销售开始 如何开始建立名单 好建立我们的这个事业的价值 甚至于进一步的去物色招募到复制的部分 好那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当你下载的这本起步指南 当刚刚大家知道还记得在哪里下载吗 好希望大家都记得 至少就是mawc411.com上面可以下载 那你下载了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页面其实都有不同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好那当然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态度与知识啊 好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已经下载了起步指南的话 你可以就着我们的起步指南来一页一页的翻看 我们起步指南里面有什么样的资讯 好那当然这边我们也会提醒大家 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 这刚开始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们有针对伙伴的资源 有针对顾客的资源 那这一些资讯其实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 你觉得在当下立即对你有用的把它记录下来 好那日后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随时都可以上来看我们的这个训练课程 那么第二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目标设定 好长期目标跟短期目标 我想在如果说你有去上过101的课程的话 讲师应该都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你的目标设定 好短什么叫短程什么叫长程 其实我想最简单的定义就是 我们刚刚讲了 网络中心就是一个美安事业的产品 这个产品可以为我们带来零售利润 零售利润是拿来做什么的 它可以拿来设定成为你的这个短期目标 也就是说有些伙伴你可能在想举个例好了 接下来过完年了嘛 过完年了之后呢 可能我们要开始规划4月份的大会 好4月份的大会假设你是住在中南部的伙伴 可能团队会跟你讲说 我们要开始来这个确认名单要报名了 甚至于要缴钱了 好那你怎么样能够利用我们产品的零售的这个金额 来支付你参加每一个会议的费用 那么甚至于呢8月份可能你有目标去参加北卡 你可能已经报名了团队的这个行程 那你怎么样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设立一个短期的目标 从网络中心的零售利润去赚取 我们8月份去参加北卡的会议 那或者是说你今年度你希望能够带家人一起去旅游 好这个旅游也是属于一个短程的目标 也就是我希望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可以带家人一起去参加这个最新的 我们讲的这个从基隆出去的这个邮轮 那参加邮轮要多少钱呢 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网络中心的零售利润来达成呢 这就是你的短期目标 什么叫长期目标 大家想一想 你今天加入美安超连锁事业 你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你的永续收入 能够未来达到财富自由时间自由的一个目的 那么你经营这样的一个事业 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长期目标 那他怎么达成呢 他是不是要靠你每个月的这个业绩红利 业绩红利计划来达成你的长期目标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利用这些点数的运用 BV也好 IBV也好 这些点数的运用帮助你的团队去发展 而进而达成你自己的长程目标 所以我想这两个目标的设定就是非常清楚 而且简单的 你可以透过一个零售利润 零售产品的销售赚取现金之外 同时他有一个BV 好每个伙伴都知道我们的网站销售有一个200BV 每个月顾客缴1920我们个30的BV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起步指南的运用 那大家后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后面一页一页我就不花时间带大家看 但是我非常忠心的希望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 认真的把这个起步指南看完 好认真把这起步指南看完 而且真的要落实的去做 里面的名单该怎么填 里面的名单该怎么写 我们每一个栏位都应该把它写好来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名单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短 好那么短 因为有时候你在列名单的时候 可能你当下就会发现说 我好像不知道我认识谁 然后我可能也不是很确定我到底有谁是我认识的 或是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人要不要网站 其实都不要去想你要买他网站这件事情 而是你要先去看有哪一些人是你值得去联络 而且去了解的进一步了解的这个名单 因为有时候不一定是他买网站 有可能是他认识的人要买网站 那么他进一步是不是就有可能帮你做转介 这个在我们名单的页面上都非常的清楚 都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又花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12周行动计划 什么叫12周行动计划呢 在我2013年来到美安之后 2014年的1月份 我们就做了第一次的全台湾的90天成功计划 那可能有一些旧伙伴 资深的伙伴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接着下来的两年当中其实我们做了三次 那么后续就是跟着美国的这个积分竞赛的活动在做 那其实这个12周行动计划跟我们90天的这个所谓的成功计划 基本上它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帮大家更这个条理式 而且更具体化的把每个礼拜的训练课程的内容 帮大家制定下来 也帮他录了一些简单的影片 让大家来看 所以这个行动计划有什么好处呢 就算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团队做网络中心 就算你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网络中心该怎么做 你自己都可以利用这一个行动计划来帮助你自己学习 我想它是最大的意义在这里 那么假设您现在有伙伴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做 那更好 你们几个人合起来 大家就可以来制定一个自己的12周行动计划 那有些伙伴会跟我说 这个跟UFO很像 对啊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UFO我们也是都要有一些目标 但是这个话是更针对网络中心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12周的内容其实我们都帮大家做好设定的 怎么样去起步开始做 什么叫合格的会谈 什么叫守门门语音信箱 大家会发现这些主题 它都不会出现在101跟201 为什么 因为其实101跟201的时间非常的短 我们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 再跟大家去详谈里面的一些销售技巧 甚至于名单建立的技巧 而这个12周行动计划 如果就我们台湾人的概念来讲 它就是一个课后补习班的概念 课后补习班的概念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怎么样针对不同的主题 我们再更深入的去告诉大家怎么做 好 怎么做包含我们这个举例来说 我们如果要建立名单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更进一步的 透过什么样的管道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增加我们的名单 甚至于我们最后一堂课有讲到顾客关系管理技巧 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 虽然我们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在协助我们 但是跟客户之间的这个关系管理呢 还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顾客他第一 首先最认识的就是我们 好 那后续我们怎么样跟顾客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进而得到顾客的一些转接跟介绍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脉 好 所以其实这个12周行动计划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在每一周的课程当中 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些我们要做的功课 好 我们要做事情 举例来说这是第一周的部分 第一周的话我们讲的是起步 什么叫起步呢 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哪些事情 好 这12周开始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那每一周我们都固定要做什么 这边有个每日目标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刚刚下载的这个资料 好 好 那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资讯 好 提供给大家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每个礼拜我们都是要做名单的建立 因为其实 我们刚刚讲了 您可能会习惯就是说 我可能现在名单列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给大家一个目标 每个礼每天 你要跟一个新的网站潜在 网站潜在销售人选交谈 也就是你要找一个 他可能会想要买网站的跟他交谈 另外一个 你要找一个跟你的超联锁事业的潜在招募人选交谈 第三个你要跟一个潜在的人选交谈关于新产品的话题 约定一个会谈增加你的名单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做12周真的不是只有在做网络中心 它是全面性的在帮我们发展超联锁事业 也就是你在销售网络中心的过程当中 你也有可能去销售到其他的产品 而这产品有可能是美安的产品 也有可能是IBV的产品 那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今天如果我们要达成我们业绩红利奖金的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除了IBV之后我们也需要BV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物色招募推荐都已经在我们每天的目标当中 这个就是给我们自己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你要跟谁交谈 跟谁约定会谈 从这个表格当中你可以帮自己做一个记录 像这个是第四周的课程 我们就跟大家讲 第四周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去下载我们的产品的这个资讯页 跟我们的报价单 怎么样去建立我们有可能的这个机会名单 好那决定你要怎么去接触你的名单 那你有没有排定15分钟资讯表 所以其实每个礼拜我们只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作业去做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过程当销售过程当中 你没有去做 我们讲了再多 讲了100次 你可能还是一个网站都卖不住去 因为你没有真的去做 你没有从里面去学习到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这个销售的方式跟接触的技巧 好所以其实在每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帮助大家去做一些主题 从主题设定当中去做自己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一套教材 它不是只有团队才能做 你一个人也可以做 你一个人也可以做 你可以每天每个礼拜告诉自己 每个礼拜五你要检查自己的功课 好然后再听一下下个礼拜的课程等等的 所以自己也可以做 你团队也可以做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教材 而且这个是绝对可以复制的一个教材 来帮助你的团队 好那么在12周过后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养去 持续的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你每天都会有不同名单进来 那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讯息能够很资讯化的维持下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直在评估反省自己所做的事情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你的不会每一个案子 或是每一个名单都会成功 那不成功的名单并不表示我们做的不好 有可能是我们的方式需要调整 那有可能是这个名单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那我们就要赶快移到下一个名单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强调的是 在各方面的这个发展 我们都要均衡 我们不能一直只是在开发新名单 这个也不好 那你也不能一直都是在开发零售顾客 这样也不行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的目标有两个 一个短期一个长期的 大家还记得吗 短期的就是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零售的利润 来帮我们当初达成短期的目标 长期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 我们的这些招募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点数的部分 来达成我们长期的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各方面的这个发展 都要能够均衡 都要能够均衡 不管你是零售 不管你是招募 不管你是卖网络中心 你是卖各项产品 都一样 我们都要能够均衡发展 这样你的事业才能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滚动 正常的轨道上面滚动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对于网络中心 有一个很深的概念是说 它的零售利润非常的高 难免我觉得这个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就会有一点忘记当初来进来 进行美安事业的一个初衷 那当然零售利润固然吸引人 但是大家也要记得零售利润它不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你今天可以卖出去网站 你下一个礼拜不一定可以 你这个礼拜可以卖 你这个月可以卖两个网站 你下个月搞不好一个网站都卖不出去 所以零售利润它是用来 我们的定义是 它是用来支付我们事业发展中所需要的费用支出 真正的目标 我们还是要设定在我们的团队发展 跟我们的永续收入的部分 我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零售跟我们招募的意义 跟最后的最终的目的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想可能有些伙伴 你会觉得说这个我都知道了 我都听过了 干嘛Alice还要讲这个有点不需要 但是我想这个还是我们的基本功 因为其实在这一两年下来 我觉得我们做事业一定要把基本功做好 基本功做好了 后续我们要做其他的发展 升局复制的时候 我们的根基才够扎实 我们的伙伴才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好 说再多其实没有去做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课程过后 能够真正认真的把我们的起步指南拿出来看一下 你也可以搭配我们美安公司的起步指南一起去做使用 跟着你的这个团队的伙伴一起来设定你们短期跟长期的目标 假设你们有兴趣对于主秀网络中心非常的有兴趣 你们想要几个人一起合作 那也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12周行动计划来帮我们自己的团队做一个12周的coring 那么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善用网络中心提供资源 大家可以看到光是这两个网站跟我们每个月 每个礼拜每个月在做这个课程都非常的多 真的是真的要花时间去看 我想你可能花一两个月你都看不完 好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大家一定要立刻采取行动 因为我说其实你坐完那边想了一个100个问题 想了100个方式要跟老板攻防 都不如你走出去 站起来走出去去跟他谈要来的有用 好那么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待会开放一点这个QA的时间来让大家做发问 那么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下一次我们的课程会在2月29号 2月29号我们会来谈一下 我们从Miami带回来的一些新的讯息 那么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个月底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